我做一个简单的问卷 然后利用懒人包 这个懒人包的话其实主要就两个档案 一个档案的话是Eclipse 就是一个编辑器 一个的话就是Python 所以将来就是再把Eclipse跟Python 把它串接在一起就可以开始开发了 那不过这件事情你只要做一次就好 也就是将来你不需要做第二次 除非你换一台电脑 你才需要重新做设定 那接下来你需要做什么呢 就开始建立专案 然后专案建立好之后 在专案底下再建一个模组 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以后的话 我们可能前面的设定环境 就不再重复讲了 基本上请各位待会先检查一下 你的低叠 因为在我们低叠底下 理论上应该没有还原 那如果没有还原 你应该会有上个礼拜的这个东西 叫Eclipse Python 就这个 所以将来的话呢 这个你就直接去开启里面 那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有设定好了 设定好什么呢 它跟这个Python374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设定好 就不用再重新设定 那你只需要做什么呢 只需要再把它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打开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执行 OK 那它会先开启问你说你那个workspace的位置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有把它是 我是把它放在低叠了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workspace请你存在低叠 如果你把它存在c叠的话 那又不见了 OK 又要重来 所以建议呢 你就把它放低叠 然后呢 指向哪里呢 指向那个叫Python的workspace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的低叠底下也没有这个目录 其实基本上 它就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目录 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的低叠 所以这个目录会放在这边低叠底下 会有个目录叫workspace 所以将来你的专案都放这里面 那我们上个礼拜有建一个test的专案 所以它底下会有个test的资料夹 test的资料夹里面的话有个src的这个资料 以后我们程式都放在这边 所以你如果要找到那个程式的实体位置 就放这边 那当然我们今天就直接按Runch 那因为上个礼拜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其实你基本上不需要重新再来过 你只需要把它打开来 那上个礼拜的设定 它都会帮你记录下来 不过前提是你不能放在c叠 你放d叠的话 它会记录下来 那如果你放c叠就要再重来一遍了 那如果你回到家一样 反正做同样的事情 这边的话会有一些什么 help 不过这边的话 就是show later 然后will come就把它关掉 那你会看到我们上个礼拜的程式都会秀在这里 如果它没有打开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打开这个专案 里面会有个src 那你直接把这个点两下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上个礼拜最后我们是写了一个判断年龄的这个范例 那基本上的架构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把这一题另外再把它改写 请输入成绩 然后呢 如果它是这个80分以上到90分就a 再来80分到70分是b 然后70分到60分是c 不及格的话是d的话 其实呢 如果你要改写了 甚至你根本 可以不用写任何 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拿范本 像这一题 要把它改成输入成绩的话 也非常简单 你可以把这个模组怎么样 要不就是你先new一个 new一个新的什么 新的module 然后怎么样呢 把这边的程式贴过去改 要不另外还一招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edge 这个模组按右键 它这边有一个叫做copy 有没有 这个可以把它砍 c也可以 复制 然后再到这个src上分 你可以把它贴上 不过它会贴上说 那你这个专案 要叫什么名称 它会把这里面的模组 所有的程式都贴上 比如说我要判断成绩好了 其实这边打中文打英文都可以 也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成绩 假设翻例名称叫成绩好了 那你按一个ok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模组 也不需要new 有时候其实如果你要拿 另外一个模组 来怎么样 当范本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 复制贴就可以了 然后你只要把它打开来 这个时候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个模组就被打开了 有没有 不过你会发现打开之后 它里面的程式 是上个礼拜那个判断 什么呢 判断那个年龄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怎么改 请输入什么 输入成绩好了 ok 假如说大于 不要h大于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什么 大于等于80的话 大于等于80 那我就输出a ok print a 那如果说它介于什么呢 介于这个80分 这应该要改一下方向 应该是小于80分 而且是什么 大于什么呢 大于应该是70分的话 那我就给它逼 剩下一十类对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改的 如果发现这样 拿这个好像这样改会比较快 那这个来改 这边的话呢 那大于多少 这边应该有等于 大于等于70 那这边就是大于70 而且大于等于60的话 这个是C 应该知道这个逻辑了 然后剩下就D 好 程式我们就改好了 这个蛮重要的哦 以后如果你遇到那个逻辑 因为程式里面 我讲过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逻辑判断 跟后面的回圈 这两者的话 用到的机会会非常非常的大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这个可能除了要知道 会懂 看得懂之外 还要熟练 因为以后你的 只要你处理资料的话 几乎都会用 类似这样这种筛选的方式 过滤 反正你就是帮分门别类 比如说你一个data 从网络上 从资料库 或者从各个地方档案 捞进来资料的话 那一定会利用回圈 再透过这种逻辑判断 把这个该放资料的地方 放在因他应该放的位置里面 当然也许丢到资料库 你要把它分门别类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 类似用这种逻辑判断 好 那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做执行 所以你把它save 然后这边有个run 上个礼拜讲过 你可以再run 然后runs 这个用python去run他 那请输入成绩 假如如果今天输入90分的话 那enter的话应该要得到什么 应该得到a才对 有没有看 是不是enter是不是得到a呢 没错 那你可以再去run一下 这边就给他50分 那会不会低 OK 没错 OK 所以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的环境先打开 然后也许你就是在 我刚刚是直接拿这个复制 Copy 然后直接在这个src上按右键 直接贴上 然后改一个名称叫成绩 但他的负档名一定是点py了 然后就是拿这个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OK 逻辑大概是这样 其他的话我建议你如果还有别的工作上会遇到的 或者是生活上会遇到的话 你也可以多多练习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要延伸这样的一个逻辑判断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所谓的BMI 那我们云端白板里面有show 这个在第二个单元 然后或者是说你Google这边打个BMI BMI enter 你打BMI 这边第一个就是了 其实我是拿第一个这个来参考的 其实逻辑跟这个还蛮像的 输入身高 输入体重 得到BMI 并且会show出什么呢 到底是不是在正常范围 或者是说他是过轻 或者是异常的话 还有肥胖的问题 OK 那这部分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这部分